從臉色可以看出 寶寶營養到底夠不夠 這個小朋友他出現了 比如說額頭旁邊青筋特別多啊 他可能就是阻寒 阻痛 阻驚嚇 他如果出現那種赤色 比如說當你在發燒的時候 或者說橄欖 他可能會轉的是耳朵 耳間是可能是紅的 那就是煮熱 或者是說煮他這種虛熱 或食熱的形態 就是他的顏色的深跟重 請問 穿真皮皮鞋會容易得香港腳 對我錯 請作答 真皮皮鞋喔 真皮皮鞋 嗯 聽不懂 穿真皮皮鞋 會容易得香港腳嗎 對我錯了 還要錯他是不是 正確答案是 全 真皮腳有什麼差啊 都是滿足啊 不是 可是真皮要比較能夠扣氣啊 真皮皮塑膠皮還好吧 你懂不懂 又又又 是比塑膠皮好 但是比不穿來得累啊 第六題 請問 不穿襪子 直接穿鞋 會容易得香港腳 對我錯 請作答 直接穿鞋 欸 正確答案是 圈 蛤 可不可以我不會有香港腳 我愛洗我的腳 好 第七題 請問 每天穿同一雙鞋 會容易得香港腳 對我錯 請作答 正確答案是 圈 喔 好 最後一題囉 請問 和他人共用指甲剪 會容易得香港腳 對我錯 請作答 欸 正確答案是 全 這細菌會感染 老師有在剪 都會聽 指甲剪 剪指甲要剪皮膚 就是有細菌 你剪完腳趾 然後再剪就會 就會感染啊 所以不能共用指甲剪 好啦 還沒還沒 這只是第一階段 兩階段喔 好險 請可蘭公布一下 這一個階段的積分 這階段的積分呢 是 嘉莉姐有7分 國賢哥6分 心靈姐 全隊 8分 謝謝 謝謝 好厲害 還厲害了 我心靈感度非常好耶 因為我很注重腳的清潔 真的 對我非常在意 我想這個穿皮園的鞋 這個很簡單的 大家知道 赤腳走路這也是 剛剛班老師有提的嘛 對不對 穿涼鞋 是因為比較通風嗎 對 看老師 沒錯 對 雪蝦 這個當然 悶住 對不對 真皮的皮鞋 有人說他比較容易吸汗比較好 對啊 比較透氣啊 那為什麼這邊是 不是他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確實 真皮的皮鞋的透漢度 呼吸度 當然是比塑膠皮鞋來 當然啦 但是你長期穿皮鞋還是不行啊 對 所以這個階段呢 心靈是滿分的 滿分太遠 另外兩位再繼續加油 好來我們進行第二階段 請客來 好 第二階段的 健康對不對 的主題呢是 這樣做可以改善香港腳 它主題喔 對 改善喔 第一題請問 泡醋可以改善香港腳 對或錯 請作答 诶 正確答案是 X 對 三位都答對了 泡醋 醋不能殺皮 醋不能 而且我還聽說 以前都能 觀念說泡醋啊 有一個皮膚科醫師看到 有一個案例是 他泡冰醋酸很 就覺得可以把那個細菌都殺死 就他變 因為整個爛掉 兩隻腳趾頭變成一隻 黏在一起囉 黏著會 變成潰爛型 它兩隻都黏著會 然後醫生還要把它剪開來 超可怕 就那個醋酸不能 它是泡到冰醋酸還泡到冰鹽酸嗎 感覺會融在一起 醋酸 所以不能亂泡 來 第二題來 第二題 第二題請問 泡茶葉水可以改善 香港腳 對或錯請作答 茶葉水 茶葉水 正確答案是 X X YES 是 真的錯一題喔 YES 茶葉水 沒有用 沒有用 這個剪沒有用 第三題請問 赤腳走在炎熱的沙灘 可以改善香港腳 對我錯請作答 欸欸 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我都取好了喔 正確答案是 你一定錯的 對啊 好 第四題請問 鞋子裡 灑廢紙粉可以改善 香港腳 對我錯請作答 欸妳說對阿 妳剛剛說妳有灑過啊 灑過沒有用啊 好喔 正確答案是 全 啊 灑廢紙粉 或是我沒有用 改善嗎 好不好 等一下老師會跟你夾 改善啊 好可以乾燥就對了 第五題請問 泡溫泉可以改善香港腳 對我錯請作答 泡溫泉喔 嗯 我覺得應該可以 不要看我答案 不要看我答案 等一下我分什麼拳欸 沒有沒有分 什麼拳 有有有溫泉 對啊 螳螂拳還是蛇行雕手拳 欸等一下我網友有看過 那個有溫泉可以吃 喔不行有香港腳不能泡 好 正確答案 那妳自己看 所以三問答案 好 最後一題囉 請問 泡鹽巴水 可以改善香港腳 對我錯請作答 鹽巴喔 鹽巴 欸 正確答案是 X 耶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階段的積分 這兩個階段的積分 到底誰贏誰輸呢 還是妳 兩個階段的積分呢 佳麗姐12分 國賢哥11分 心理姐12分 所以是國賢哥11分 國賢 妳剛剛不是有錯嗎 我錯一題而已啊 我是故意錯的 這樣我才可以跟他同分 然後讓妳下去 整個戰局是很膠著的 真的這樣 這是 這是喝什麼 媽 好吃耶 木瓜 青椒 木瓜跟青椒 青椒跟木瓜打在一起 能喝嗎 真的 我記得潘老師說 青椒是個很好的 對 蔬菜對不對 很好的 現在是很健康 怎麼以後讓你改運啊 就是口感不改正 都是綠色 所以綠色對皮膚很不錯 就對了 等一下就是青椒味一下 我看一下青椒味 而且我覺得喝這種青椒 或是香菜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它打成一隻肉 這樣喝一口就有飽足感 飽足感 對啊 全部是這樣 不好吃 就是不會再想去吃它 不會再想去吃它 你從內心抗拒它 喔 這裡 喔 這裡剛剛幹嗎 喔 好吃 喝下去 乾杯 可是這個可以跟進相關床嗎 不可能 一口 沒有一口的字啊 喝下去 哇 哇 背好像吳奇隆 好帥喔 喔 佩服佩服 對齁 你認識吳奇隆嗎 你是紅胎兒了耶 你先不要跟我互動好不好 不要這樣 真的很難看 你跟我互動什麼東西啦 我師兄來的 介紹一下嘛好不好 為他也可以用 怎樣 怎麼樣 這真的好噁心喔 黏著皮子吃下去沒什麼感覺 這味道好臭喔 他連現在都可以上衣服的味道 都已經喝了 那我們再換個味道 獎勵的部分該拿上 OK 耶 你沒有獎勵耶 沒有 你沒有獎勵耶 那你跟我說我有獎勵嗎 沒有 你是被處罰的 所以那這一盤就 好臭 這一盤就是木花多了 哇 全紙還是第一紙 全紙 第一紙也可以啦 都可以 然後這個是炒香 炒香過 就是要炒 炒過的杏仁啊 它香味才會出來 對對對 你看這顏色的比 這顏色好多啦 當然 很紅色 我才叫精力湯 哇好香喔 筋骨的 給你聞一下 好香 欸真的耶 那個杏仁味好香喔 杏仁的味道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那個杏仁的味道喔 好喝 好啦 我們來聊一下剛剛的步驟喔 剛剛的問題 泡醋 沒有效 沒有效 很多人都認為香港講 泡醋有效 沒有啦 泡出來又不能殺菌 更好玩的是喔 那有些人 那個在那個路邊呢 就擺了專制香港的 然後這個醋啊 泡進去 他說啊 泡了以後你腳會痠 會軟 那個更有效 或者會刺痛 其實沒有 就是把那個皮膚 傷得更嚴重 讓那個黴菌 吃的更進去 對啊 就兩隻腳頭變一隻 所以完全是不正確的 泡數不行 對啊 那第二題是心裡唯一打出的問題 泡茶葉水 泡茶葉水 為什麼不行 沒有什麼效啊 因為黴菌 黴菌根本就不怕茶葉水啊 因為茶葉水它是解性的 不怕 他根本不怕 那老師以前不是說 你的靴子如果太臭啊 他說可以塞豹子 或者是塞一些那個茶葉豹 那是乾燥 那是去臭 對香港腳沒有問題 那是乾燥 你要在四腳走在炎熱沙 這聽說也有效啊 黃瓜回來 詹姆士要獨家告訴你 想要擺脫相當腳 這樣做就行了 就是你洗完澡的時候 你要 你踩在地上的時候 我已經都是乾的 對 那個就自己 那它有用 對 那個很有效 不僅有超神奇佩服 詹姆士還要教你簡單輕鬆做 先嫩夠味的番茄雞腿排 這樣有點像地中海式的料理 沒錯 其實這是一種義大利式的做法 哇 不好意思 垂毯可厚 好嫩喔 好嫩喔 欸這個我會做了耶 洋蔥 很簡單啦 牛番茄 這真的很簡單 蒜頭 你這樣微一下 居然那個番茄的味道 進到雞腿裡面去